直接就接近两倍的这个数据 哇 这功力一直狂飙啊 我还在飙 你要卖23000瓦 在我身后有两辆小鹏G9 他们都采用了800V的高压快充平台 小鹏官方说呢 充电5分钟可以续航200公里 但是目前 他们官方的S4充电桩铺设的还比较少 然后小鹏又说了 在第三方的充电桩上面 他们的充电速度也会比其他的车子要快 所以这个就引起我的好奇了 今天呢 请来了一个工具人 詹志斌 隆重登场 我们两个要去验证一下 小鹏G9在第三方的充电桩 充电速度到底怎么样 分头行动 对 然后我们做一个简单battle 看看今天谁找的充电桩更多 然后品牌更多 看一下我俩谁比较厉害啊 走 杰林 这小子穿我不如先跑了 但是我没有什么压力啊 今天是比较尴尬的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原因 导致我们公司已经 摄影师极其缺乏 沦络到把我们公司的主持人拉出来到这里是了 来你要不然自己先给自己来个自拍吧 这辆车啊 是首款搭载800伏高压碳化硅的量产车型 诶 丁哥 他这个车为什么要这么快的快充呢 手机现在都追求充电块 那车肯定更在乎了 车要是没电挂在镜场那多麻烦 对不对 这要离我们公司最近的一个快充口 来 你怎么不用那个细的 细的是慢车 这个是快充 啊 启动充电 给我去充这么快 啊 没开始了 啊 快到了 这里面藏了一个充电杖 这个是极客的 我们试一下极客的 不够长 这个线太短了 设备连接中 一些比较顺利 我们进车里面看 哇哦 哇 你看这功力一直狂飙啊 你看从几十到一百多了现在 我还在飙 223千瓦 功力线稳定在了229千瓦 哇 这是我开过这么多电动车 目前见到的充电速度最快的 而且很稳定啊 功力一直200多 剩余时间27分钟就能充满 技术进步的太快了 666 666 小鹏G9完美适配 极客的官方充电站 充电速度非常之快 咱不能再充了 再充了 那要充满了 进下去的要试都没地方试了 充电桩 功率150 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然后充满电23分钟 真的是跟那个充电站有关 如果大家充电想要高效的话 最好提前在小朋友 看一下这边的电压电流 大概知道这边的 硬件配置怎么样 这样的话更加高效一些 可以了 结束结束 我们换下个地方 我们去第二个地点了 有点发热的症状 来得这么快吗 这是一个很新的充电站 环境非常好 看见它充电快不快 小屁小屁 小屁 你要小屁 你说 打开充电口 不过说真的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 第三方的这个充电线 真的好笨重 是我没力气 还是它真的就那么重 你看感觉好费劲 他们官方的S4的充电桩 就不会这么笨重 就太笨重了 电流上来了 这个充电桩 在保持了一定的 630几伏的电压之后 电流从40几安 直接飙升到了230安 目前这个充电功率就非常的快了 它的实时功率达到了146千瓦 充一火它就充满了 来结束充电啊 小鹏这个对第三方的接动性还是很强的 深圳这个充电站的这个密度 真的是非常强 我这现在是第三个充电站 这三个充电站 每个的间隔距离 车程都没有超过5分钟 来 打了 我怀疑我可能是杨了 是吧 这刚开始就结束了 我们剩下的装交给你找吧 你多找几个吧 找个司机20个吧 好吧 好 没问题 你回去赶紧休息吧 赶紧休息吧 大哥能让我看一下你车的充电功率吗 哦 充电功率 45分钟充完 功率是64 好 行 谢谢您啊 我们把车开到的对面来 用同一个充电站 看一下我们的情况 功率刚刚开始直接干到了120 直接就接近两倍的这个数据 哇 这个稳定的很快 一直保持在120 它要四十几分钟 我们二十几分钟搞定了 哈哈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深圳最多的车 充电功率怎么样 就是出租车 哈哈 充电电流199 您这车充满电 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400公里 然后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隔了600公里 看完深圳出租车的充电 来看一下我们的情况 准备开始了 电流我们也是190 但是我们的电压600多 功率120 各位今天感觉怎么样 这个车太强了 是吧 昨天碰到一个小鹏 上个旁边我能看一下你的充电那个功率吗 电流190 电压400 所以小鹏的充电确实是快 就是它G3的话是80千瓦的这个功率 我看一下我的G9怎么样啊 不过这个充电桩真的是我见过最菜最乱最low的充电桩 你看就两个装 然后线就这么乱来 电压明显是比刚刚它会高一些的 但是该说不说啊 小鹏G3的这个充电 其实它的整个功率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个地方大呀 就看下一个专业的充电桩 左边是一款 右边是一款 我先是左边的吧 来 随你 我去 这个猛啊 160了 干到160了 来 我们去对面吃一下 这也可以 刚刚一开始 马上就到这个数据了 来公寓 时间出来了 功率开始稳定了 OK 现在天已经大家看得出来了 就已经有点灰灰暗了 天也差不多黑了 我们今天测试 要不然就这样了 这个数据足以证明了一些很重要的事了 就是这车的充电 确实是比很多车 充的要快很多 功率会强很多 经过实际的测试 一方面 深圳生活周边中高压充电站 还是占大多数的 小鹏G3这个800伏高压平台 确实在750伏的第三方高压充电桩上 都有着不错的充电表现 另外 就是它维持大功率的充电时间 也比其他车的长 今天我们在续航增加的情况下 持续的充电 也一直保持比较快的这个充电速度 所以就算不用小鹏 用普通的第三方充电桩 小鹏G9也可以充的很快 比别人晚来先走 现在这样只是一个3C版的电池包 因为我们公司也订了一台小鹏G9 当时我在就学3C还是4C 但是提4C电池包的话 要在3月份才能提到 4C才是小鹏G9现在最强 最牛逼的一个充电的能力的表现 不用质疑了 已经现在很厉害了 今天给我的感受就是 世界上基本上能看到的这种充电桩 小鹏G9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各位今天的感觉怎么样 我发现了我对这个电池的重要性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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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